這次我們參加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由我來介紹一下我們這次所展出的一些應用的部分 這次展出裡面分了幾個大類 舉例像一些廠區的機具共享管理系統裡面 我們有用一些會員的租借系統、耗材的儲值、機台的使用 還有工具租用的管理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行控中心可以知道工具未歸還 以及出入管制的部分 有效控管機具的使用 那再來就是像一些生產履歷 或者是二線式的控制的部分裡面 我們針對一些開關、兩線式開關的一些使用 包括兩線式燈控的使用 然後數位化的記錄 然後再來在公共區域、倉庫的部分 然後生產履歷裡面 其實從製程裡面原物料的進貨 到倉庫的製程、包裝 那這邊的話 因應這次的展裡面 我們有針對我們的產品的使用方式 舉例說我們的讀卡機 我們現在可以應用在一些智慧工具管理系統 那其實智慧工具櫃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 因應有些所謂的智慧櫃的取用裡面的一些工具 讓我們在這個應用裡面 我們針對智慧櫃裡面的工具 我們有做一個叫做 迷你型的控制器 機櫃控制器 我們可以在這個機櫃的部分裡面 那些器具上面 加入一個iPad的應用 它有一個TAC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工具 在位還是被取走的部分 可以有效控管它的使用率 然後是誰所取走的部分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生產機械裡面 我們所謂的控制跟安全機制裡面 被授權的人才可以使用設備的使用 以及緊急防護的措施 舉例說我今天上線的時候 我可以利用所謂的卡片 來做確認說今天我上線了 那如果我今天有緊急事件 其實我們可以額外增加一個功能 叫做緊急釋放停止鍵的功能 就可以將機台立即停止 在這個使用上面 那再來是我們在對於 所謂的高效能的工廠的控制的部分 我們目前所有的IO狀態裡面 這些產品 我們已經全面支援所謂的 Soia跟Mobus的協議 那可以做遠程一些IO控制 舉例說如果今天室內溫度過高 我們透過一些表頭的一些數據 可以知道之後 它可以立刻通知 行控中心 然後來做啟動冷卻的功能之類 那所有的現場狀況的一些IO事件 我們都可以透過Soia所提供的平台 來做一些監控監看的部分 透過我們的軟體裡面可以知道 目前狀況的部分以及紀錄分析 那我們也提供所謂的共享空間的一些使用方式 那刷卡進出資料 我們可以透過人員的技術 可以知道說現在在線有多少人 外出有多少人 如果停留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通知的部分這樣子 再來這個展裡面 我們還有提供所謂的智慧大樓的部分 一些應用的部分 我們提供了一些所謂的智慧化 一直互聯網整個部分 我們有提供自主的Soia的加密 那在Mobus TCP Mobus RTU 以及ODBC JSON 以及雙倍元的機制 像物業平台 智慧的門禁系統 Soia的中央監控 還有電力動力的一些系統整容裡面 我們都可以以應俱全 這次的參展裡面 我們提供所謂的人臉辨識機 它是第三代了 所謂微笑的部分來做 通行的部分 舉例我這樣過去 成功的辨識 這是我們新產品 臉辨的部分 我們這是真能微笑 才會讓你通行的部分 喜怒哀樂 這部分來辨識 那也是活體辨識 如果您對於冒序資訊的各種客製化應用有興趣 歡迎洽詢冒序資訊